Tekhoia除了摩洛哥、Carrera之外 Monsa系列都比較受歡迎 而且看到Monsa是帶有復古的氣質 這隻有藍鋼指針 好像舊化了的黃字體Monsa Cousin機殼 使用了Cenev機芯 很多人對這隻手錶有所喜歡 就覺得它的尺寸適中 打上手的復古味很濃 而且配上Cenev機芯可謂內外兼備 藍鋼指針也做得不錯 在這些角度去看 有種懷舊的氣色 看到這隻手錶配上皮帶接扣 因為用36bit Sandleaf機芯 一向使用到 操控性 全部都不差 不過 這些手錶現在香港的定價 是六萬多元 七除八扣折了之後 都是屬於高價位的 貨色 有些人會想 如果 要用這樣的錢 究竟是否有其他選擇 所以我覺得 貴價的Tekhoya 始終在香港 很難搶奪一個市場 好 多謝大家